李宗盛晟先生,成績 拿大片 現在進行國事論壇 每位委員發言三分鐘 我們首先請黃委員昭順 主席 各位同仁 大家早 我想前幾天 我們高雄市長韓國瑜提出 自由經濟示範期的構想的時候 我就看到 執政黨全面在追殺 同時刻意地緩韓 我們來檢視民進黨們 自由經濟示範區 百般阻擾跟羞辱的言語跟手段 我第一個看到蘇貞昌院長 就跳出來說 自由經濟示範區會成為中國的共患 哇 好可怕 我真的很害怕 第二個財政部長蘇部長就說 自由經濟示範區會造成課稅的不公平 影響台灣出口的貿易 然後中央銀行總裁就說 自由經濟示範區必須要考慮 是不是洗錢防治 農委會的主委說 自由經濟示範區對農業部門的 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然後國發會的主委說 我們不清楚到底韓市長想講的是什麼 我們再回顧一下民進黨 當他們在當市長的時候 他們怎麼說的 在2013年的5月3號 前行政院長韓賴院長在當台南市長的時候說 要求中央把安平港納入示範區 而且說示範可以重新開啟台南海空雙港的國際地位 這是賴清德前院長講的 2013年5月3號 現在總統府秘書長陳舉在當市長的時候 他也要求中央加緊速度 並集中資源在高雄 加強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 這是當時兩位民進黨的市長 在他們任內所講的 我們再看看當賴清德前院長到上海 林佳龍部長在仁川的時候 都肯定韓國對岸在成功的自由自貿區的時候 那請問民進黨現在所講的 或者是你現在所看到的 跟當時的台南市長跟高雄市長又有什麼不同 所以很明顯的一件事 民進黨之所以全力杯葛至今區 其實只有一件事 就是碰到韓國瑜必定要反 必定要卡韓 為反對而反對 為杯葛而杯葛 反正只要是卡韓 就是民進黨最重要的一個目標 所以本席在這裡 我們看到的是 韓市長不斷的在努力 人進的來 破出的去 高雄花大財 我想這不僅僅是高雄的期待 也是全國的期待 所以我們本席在這裡呼籲 高雄十二位立委 大家一起站出來 支持韓市長自由自貿區 好 謝謝黃委員 下一位我們請政委員天才 院長及行政院院長以及所有的首長 各位媒體女士先生 原住民保育地所有錢登記 被不當的停擺 上坡地保育利用條例三十七條 原本規定 原住民祖先留下來的土地 西先登記他向前例 滿五年才可以登記所有錢 為了刪除這個不當的不合理的 不正義的五年限制 本席除提出法律的修正案 並且多次的質詢 多次的協調 本院終於在 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刪讀通過 修正刪除五年的限制 並且在今年的 延夜九日公佈施行 但是非常遺憾的是 上坡地保育利用條例三十七條 公佈生效已經兩個多月 原住民保育地所有錢的登記 被不當的停擺 原因是行政院錯誤的解釋 法務部放棄法律專業 原民會不敢為原住民族 潛意來承擔 從今年延夜十號起 他向前例滿五年的 原住民保留地 原本依舊法 舊的條文 可以登記所有錢 但是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三十七條 修正案 在今年延夜十日生效之後 反而不能登記所有錢 這個是非常非常莫名其妙 已經兩個多月了 卻不能登記所有錢 地方政府也不敢做理 因為連申請表都還沒有訂出來 造成民眾來來回回到鄉鎮工作 都被退回 行政院以修正後的條文 因為法律受錢明確化 作為理由 非常非常地不適當 因為法律受錢明確化 這樣的條文是非常非常地多 並沒有因為法律受錢明確化 原來的條文 原來的法律就不適用 事實上其他的條文 其他的法律都在適用 為什麼 唯獨原住民的條款 被這樣的不當的錯誤的解釋 另外的理由是 因為訂定執法的主管機關 由行政院變更為原住民主委會 所以原來的執法不能適用 這個更是錯誤 因為訂定執法的主管機關 被調整被變更的 因為主改或其他原因 因為相關的前者的劃分 而調整的所在都有 都有非常多 但是都並沒有說要停止使用 為什麼真正正對我們原住民族的條文 就要被停止使用 謝謝政委員 下一位我們請料委員國動 院長 各位同仁 本席今天要針對國民黨所提的 公投第十二號施刑法相關的草案 表達個人的看法 回首這個任期 我們從第一年就開始面對 所謂同婚的議題 我記得當時民進黨急著要把這個法案 予以通過 甚至在司法委員會 也不想經過充分的討論 就急著要送出到院會 來要進負二讀 來快速的予以通過 如果當時不是我們國民黨予以阻擋 恐怕我們所謂的同婚的議題 當時就已經造成了全國的社會混亂 那麼去年我們在公投的時候 有高達七百多萬的選民 表達了支持家庭就是一夫一妻 這樣的一個制度 這個結果已經充分表達了民意 充分表達了民意 但是去年的同時 大法官也做出了相關的視線 公投的內容跟大法官的視線 相一起去 同時幾乎是被盜而死 那麼我們看到今年 執政的民進黨又積極的要推出 民不正言不順 所謂的這個四字第幾號 的一個實行法 不敢正面的來面對民意 明明有七百多萬的民意 要求就是要認同家庭就是一夫一妻 但是呢 民進黨的相關提案 卻是暗渡陳昌 模模糊糊的也不敢明講 完全不負責任 偷偷摸摸的就要通過 在上個禮拜也是禁服二讀 這樣的一個法案名稱 個人認為非常非常的不妥 所以我們今天也同時提出了 跟民進黨的提案相對的 一個內容的一個提案 也要求禁服二讀 我覺得這個是代表了七百多萬 認同家庭是一夫一妻的選民 最卑微的一個訴求 也要求今天能夠禁服二讀 並按協商 我希望不單單是國民黨 民進黨時代力量 包括親民黨應該要共同支持 好 謝謝廖委員 下一位我們請吳委員致揚 主席各位同仁 今年一月到現在 桃園當地持續發生了好幾件 大量勞工失業的問題 像是茂迪桃園廠之前了五百八十八人 加聯益觀音廠之前了四百三十四人 潤泰揚美廠預計四月歇業 已經之前了三百零三人 而在面板業更會有史上最大量的解固案 就是華印 即將對龍潭揚美廠在五月裁員兩千五百人 讓兩千五百個家庭的生計 因此陷入困境 就在去年的十二月 勞動部曾經督導地方的勞動局來查訪華印 當時說一切正常 但是不到一天的時間 華印便對外無預警的大量停工 影響了數千人的生計 對此勞動部還在立法院提出報告 聲稱華印只是一時遇到原物料及生產線的問題 許明春部長更親口地回答本席 他說龍潭跟揚美廠應該沒有第二波第三波裁員的問題 如今華印已經確定要大量裁員兩千五百名員工 事實證明勞動部替華印去聲稱的生產線的問題 根本就是在胡扯 許明春部長曾保證的不會裁員 更是遭到打臉 因此本席要請命 我強烈的要求 第一個對之前的這些員工們 他們的法律權益上不准發生任何受損的情況 第二本席要呼籲 要對這多名的遭解雇的桃園的勞工 政府要積極地運用你所有的就業獎勵 就業補助等各項促進的措施 協助這些失業的勞工再度的就業 第三如果這些勞工們符合失業給付的請領條件 勞動部應該主動的協助辦理 以維護失業員工的權利 最後我要再呼籲勞動部請你們進入狀況 給我進入狀況 不要再打迷糊仗 這些員工失業以後造成的家庭問題 生技問題社會問題要如何解決 所以我們的勞動檢查一定要深入 不是業者告訴你是什麼狀況 你就照單全收 一定要掌握狀況 預防在前 而且如果真的不幸有裁員的狀況 一定要像我剛剛講的全力協助 謝謝 好 謝謝吳委員 下一位請領委員議法 主席 大家好 民進黨執政以來 其外交政策一直強調與日本政府友好 但當遇到需要幫我國爭取權益時 卻只看到蔡政府對日方卑躬屈膝 逢日必軟 馬政府時期簽署的台日漁業協議 讓台日雙方再重疊海域的漁業問題 獲得妥善安排 但蔡政府上任後 我國漁場範圍卻屢屢失守 先前我國漁民被欺負時 駐日代表甚至公開駐日 不僅三我國漁民神出鬼沒 比較難保護 更指日方只是依法行政 上週第八次台日漁業委員會會議結論 蔡政府在爭議的八重山群島以南 及沖之鳥海域問題上 仍然一事無成 日方甚至不願意在這個議題上 與我國協商 漁民權益淪為蔡政府媚日的共品 致使我國漁民生計 一再受到衝擊 苦不堪言 蔡政府上任後 還曾為了拓展和日本的關係 想要替開放日本福島核災 周邊四縣市核災食品 進口鋪路 引起社會一片嘩然 面對當時爭議 衛福部外交部 不僅沒幫台灣人把關 反替日本辯護 宣稱日本食品不一定是核災食品 在蔡政府一意孤行的情況之下 也促使全國民眾決定站出來捍衛自身的健康 反核時 救孩子的公投聯署活動 舉國沸騰延燒 最終公投結果 以779萬票贊成 223萬票反對壓倒性票數通過 顯示我國國民 對核災食品的安全 抱有很大的健康疑慮 也反映了對蔡政府行政把關的不信任 其實學校系統的營養午餐 也早已把廠商不得使用核災食品 列入契約的規範範圍 蔡謝長廷作為我國駐日代表 理應尊重帶有普遍名義的公投結果 但我們卻看到她在13日 與駐日媒體查詢時宣稱 反核時公投是大動作傷害輔導 我國公投結果已顯示 民眾健康意識高漲 台灣作為一個民主國家 理應以民意為依歸 謝長廷作為一個 零納稅人薪水的政府官員 不是扮演和日本政府溝通的角色 而卻站在國民的對立面 屢屢發聲挺日本政府的立場 或是為日本核時盡頭抬轎 為拉攏日本 讓全民健康培障 完全不適任 日本政府一直把核時解禁 作為台日關係的籌碼 拿來作為台灣加入跨太平洋夥伴 全面進步協定 及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和台日漁業協議的墊腳石 蔡政府與謝長廷駐日大使 都應該睜大眼睛 謹言盛行 以台灣人民為主 末為討好日本而施了國格 謝謝林委員 下一位請同委員慧珍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台灣是全世界外交狀況最為面臨困境的國家之一 同樣台灣的民眾也是全世界最為勤奮努力的人民之一 面對於執政黨上任三年以來 所有的經濟政策都讓人民無感 不管是他的五加二產業加速轉型也好 都讓人民感覺到經濟沒有上升 經濟景氣下滑 包括現在年輕人低薪也無解 在這種情況之下 地方政府自己來拚經濟有什麼錯 高雄市韓國瑜市長提出的高雄自貿 高雄這個經濟示範 自由經濟示範區的這個議題出來 馬上就受到財政部行政院的打壓 我不明白地方政府拚經濟哪裡有錯 身為在野黨的我們 對於這樣的狀況也非常無力 所以我們把馬政府時代的時候 有一個自由經濟的示範區條例草案提出來 重新修改 把過去有疑慮的地方修改完了以後 我們現在重新提過一個2.0的版本 希望重啟台灣自由經濟貿易區的這個草例條案 讓人民重新經濟有感 但是這個草案一提出來以後 這幾天也面臨執政黨 根本沒有仔細看過就無情的打壓 我真的很困惑的是 台灣是一個要靠這個出口貿易為導向的國家 面臨這個全世界現在的一個趨勢 不管是韓國泰國馬來西亞幾個國家 都已經設立了這個自經區 自經區是一個開放市場跟國際接軌的一個方式 而我們的執政黨不但沒有提出好的經濟方式 而且一直在避免 拼經濟是需要中央跟地方結合在一起 如果一味的只是把你的意識形態加注在這個人民的利益之上 完全只考慮到你的統獨你的選票 沒有考慮到人民的這些利益 這個執政黨是讓大家失望的執政黨 所以本期在此要呼籲 現在的蔡英文政府一定要想清楚 人民拼經濟是現在的大勢所趨 去年的這個11月24號的大選 人民在台灣的這個其中選舉 已經給了你最清楚的一個警示 就是人民不要再看到這些意識形態的作為 要看到的是全民來拼經濟 所以希望你回歸到跟地方政府好好合作 把我們這個台灣自由經濟貿易區 自由經濟示範區的朝理條案好好地研讀 每一條看清楚不要為反對而反對 台灣現在需要的是全力拼經濟 而不是意識形態 請大家放重心在人民所關注的焦點上 這才是人民真正希望的 謝謝同委員 下一位請呂委員玉琳 在桃園的中立有一個幼兒園 日前爆出有一位教師對幼兒不當的體罰 用手壓在幼兒的頭上 導致他跌坐在地 甚至讓幼兒罰站20分鐘吃不到早餐 甚至動手打巴掌 這個畫面透過媒體放鬆後 本席相信看完這個畫面都會跟本席一樣感到非常的憤怒 一個正在成長準備學習的幼兒 遭到這樣的虐待 對他的身心會產出什麼樣的負面影響 當然我們看到事發至今 失念的教師僅有請辭 就消失的無影無蹤 一句道歉的話都沒有 事發的幼兒園也是推託支持 甚至主管的教育機關 桃園市的教育局也消極的處理 一個人神共憤的念童案 一時間竟然是無人可罰無法可治 家長求助無門 只能夠終日以淚洗面 去後悔說自己為什麼選擇了這個幼兒園 只能夠終日的感覺到非常的痛苦 難道我們的政府 就只能夠任由受害的家屬無語問蒼天嗎 這個案例不是第一次發生 過去也有幼兒在幼兒園遭到肆虐的情形 但是我們只有看到責任的推託 政府的消極在準公共化幼兒政策開始上路時 若是沒有辦法給家長一個安心 只會讓家長人心惶惶 更嚴重的還可能就不生了 因為沒有辦法給自己的孩子 一個安心安全的學習環境 而面對外界的質疑 要求提高失業者的行責 建制安全的監視系統 我們的教育部 還未體認這個嚴重性 不願意點頭來做 所以本席要請教 教育部你們還要麻木多久 還要讓這種的案件發生多少次 本席最後要呼籲的就是教育部 要正視這個問題 趕快的積極的重整盤整出 讓家長能夠安心 還給我們孩子一個好的教育環境 來防堵誘教的漏洞 終結孽童的惡夢 謝謝呂委員 下一位請孔委員文吉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早 自去年11月24號九合一大選之後 民進黨不斷操作兩岸關係 先是總統蔡英文將九二共識 以一國兩制混為一談 又有行政院長蘇貞昌 哨把說要以大陸拼死一搏 近日蔡英文更拋出國安會議 以兩岸七綱裡 前行政院長賴清德普顯時 又在恐嚇民眾 民進黨台南勢弱蘇 中國將更大膽對台灣進行各種併吞 民進黨前黨三下一舉一動 背後的目的就是試圖將兩岸關係 從近三年的冷對抗 轉變成為熱戰爭 再從大陸對台加大的壓力中 提領出所剩不多的選票 3月16日立委普選就在明天 對民進黨而言 關鍵的兩席三重台南 除了原本是民進打擊的立委 更重要的是這兩席 從2008年民進黨最谷底的時候 仍然盛險的兩席 如果三重跟台南敗險 會是對民進黨最沉重的一擊 2008年陳水扁的貪腐 讓民進黨一敗塗地 至少還能穩住這個兩席 2019年若將三重或台南失去任何一席 其實說明了蔡英文的無能 已經比陳水扁的貪腐更令人厭惡 一直顧防支持市場的蔡總統 顏面何在 本席在此正告 民進黨再怎麼輸 也不能將台灣民眾推向戰爭的邊緣 真誠地面對民生的議題 真誠地面對台灣產業的困境 真誠地面對台灣青年的低薪 真誠地面對不切實際的能源配比 也要真誠地面對人民想過好日子的期盼 而非爛招出境 只會恐嚇人民 明天立委不顯不是民進黨口中 反一國兩制的險戰 應該是拒絕用兩岸緊張 換起選票的險戰 只有在這次的險戰中 讓民進黨了解 激化兩岸的對抗 也不能轉移治國無能的事實 讓民進黨回歸民眾最基本的需求 不要再恐嚇人民 大家一起拼經濟 拼民生 行政院跟立法院應該要推出福國立民的法案 應該要推出兩岸和平發展 互利共融的政策 這個才是這場選舉中最重要的價值 謝謝孔委員 下一位我們請科委員智恩 兩位蘇院長好 各位同仁大家早安 我想明天316有四區域要補選立委 那執政黨可能在選情吃緊之下面呢 只好大打恐嚇牌 例如我們賴清德前院長就說過的 民進黨只剩下一口氣 並且說了郭國文如果沒有選上的話 中國將會更大膽的併徒台灣 似乎只有郭國文當選 台灣才得以得救 我們真的不知道何時國文變得這麼重要了 過去呢民進黨常常因為操作反中情緒 而在選舉當中獲利 但是呢這一次我還是要提醒 目前民進黨的立委在台南區 還有四位非常之深的 你這種說法完全無視於 這四位立委的地位跟重要性 我們只能說郭國文沒有當選 到底光習近平什麼事情 難道一夫當官 八個月任期的立委 可以改變整個中國的一個政策嗎 我們只能說民進黨逢中並反 對兩岸的路線已經無計可施 每次到了選舉的時候呢 就會打孔中牌 這才是像是過期的食品 讓人家吃的身體不舒服 我只能說把一場立委的補選 當作是一個泱泱大黨的生死存亡的一個關鍵 把一個候選人的成敗 當作是民主輸贏的一個指標 甚至把郭文跟台灣的民主跟命運都畫上了一個等號 這樣的言論真的是太危言聳聽了 而且這已經不是欠缺民主跟國際的常識 更是大開民主的一個倒車 如果郭國文這麼重要的話 當初你就不應該讓他辭官 好好的在勞動部把一立一休做好 如果台南第二選區是這麼重要的話 那麼黃偉哲就不應該去選台南市長 好好的守在這一區 怎麼到目前為止變成這一區簡直重要到 完全是我們台灣民主繼續存活的一個象徵呢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言論 我要提醒大家 民主國家不論政黨輪替 或者是國會旗次的肖長都是一種常態 2008年第七屆立委選舉的時候 民進黨只剩下27席 在國會也是呼風喚雨 把當時的馬政府也搞得吃盡苦頭 到了第八屆增為40席 到了這一屆更是要升為68席的優勢局勢 我們只能說明天開票 如果民進黨這個四席全部輸了 不要忘記在國會 你還有66席還是遙遙領先的第一大黨 怎麼可以說沒有這四席 民進黨就要垮了就要倒了 馬上要斷氣了 這真的是講得太誇張了 第一請四區的選民們 明天就快樂的去投票吧 民進黨不用怕了 無論誰當選 都是代表一個民主正常程序的一個展現 都是象徵主權在民的意義 不論選舉的結果到底是如何 我們都應該心地誠服 為台灣的民主發展深耕加油 謝謝 謝謝 謝謝科委員 登記國事論壇發言的委員 均已發言完畢 現在休息 請問哪些職業 請閒接 ¿ 雞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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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